台中市李新女子向记者爆料网投诉 正在谈离婚的丈夫带朋友到家中 将她私人的粉红保险箱偷走 李女还提供影片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 台中市警局五分局指出 已经联系到李女的丈夫蔡先生 她承认因夫妻协议离婚中 不将保险箱取走 警方已经受理案件 将依法侦办 李女表示 这只粉红色的保险箱是她私人所有 里面放了她的现金黄金等财物 价值超过22万元 但正在谈离婚丈夫却趁住她不在的时候 带着两名男子进入家中 将保险箱偷走 她已经将所有证据提供给警方 将会提告到底 记者新闻网台中报道 之前本分局接获一起夫妻婚姻财产分配案件 妻子报案由男子未经同意 自租屋处将保险箱内含在内的财物窃取 经警方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 妻子指认为表示为其丈夫所窃取 警方联系丈夫其表示 因夫妻协议联屋中 为避免夫妻婚姻财产朝期 无故独占 故将保险箱取走 全案本分局业已受理 并与丈夫约案说明依法争办